山區轉彎處最怕對向車過彎月線超危險 路口已經有奶車了 我們的感測器在這邊 這邊有個洞 偵測到之後呢 我們的點擊燈會顯示箭頭 駕駛上面的LE燈就會同時亮起 做到雙重提醒的效果 高音工商的路口好彎型作品 才拿下全國銀牌 這回又升級2.0 以彎道雙黃線警示燈 在台灣勇奪金牌 再次出國比IEYI國際賽 車速過快 所以減速帶會升起 車子為大車 則會亮起紅光 大車在轉彎的時候 可能會超過一些雙黃線 導致車子發生一些差狀 所以我們才藉此 讓駕駛可以提前知道 資訊科學會寫程式 但還有太多困難 要逐一找答案 這個感測器呢 一開始我們沒有接觸過 遇到了很多 比如說像程式上面 要怎麼去架構它 線路要怎麼去安裝 其實這樣一個都是我們很大的問題 一邊講解一邊操作 過程中可能卡住了 隊友可能就會先讓我繼續講 然後他可能會做修復的動作 然後讓這個比賽更加的完整 找出關鍵字模擬國際賽問答 萬事俱備不能欠英文能力 會重見落馬都是 學生可能當下誤會評審的意思 我是不是因為這一題 導致這個金牌 或是這個獎項喪失 他們就很懊悔 甚至會在現場開始哭 進入到國際賽 這個語言部分真的非常重要 老師學生身經百戰 榮耀歸國更通過多項專利申請 青年發明家動腦解決生活難題 帶來新聞 吳亦宣 王昭忠 高雄報導 全身的息觀點